再来看到微软最新的作业系统Windows 11正式亮相 第一个亮点就是视觉方面的大幅调整 例如把视窗边缘改为圆角的设计 并把开始的工具链移到了中间 微软表示新一代的作业系统 是Windows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外界则认为这次的更新也是向对手苹果正面迎战 时隔6年微软再次对作业系统进行大改造 24号正式推出Windows 11 除了性能提升 更在视觉和美感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要跟竞争对手苹果一较高下 Windows 11第一个亮点 就是把开始工具列从左下角移到中间位置 新的视窗布局和群组功能也更方便用户切换 视讯会议软体Teams也有大幅改革 希望更方便使用者在家上班 另外Windows 11也更加整合微软的其他产品 包含Xbox Games Pass 同时也首次直接支援安卓的应用程式 目前全世界约有13亿台电子装置使用Windows系统 而且Windows甚至占了微软营收的10% 微软执行长表示 新一代的作业系统是Windows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不过使用者的感受好坏 还得看他的实际表现 周一军编译